各位觀眾朋友,大家可能等很久,總是沒有任何的畫面 那是因為現在主席本來按鈴要表決以後就跑掉了 那我們是希望說大家都可以逐條,然後讓我們充分的討論和發言 可是主席剝奪得了我們的發言權,那限制時間登記發言超過的不讓我們講 那在時間內登記的也只能講一次三分鐘 所以立法院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立法院的議事規則也不允許主席這樣的對我們權力的限制 所以今天主席就擺爛,然後就擱置在這裡 那甚至國民黨的委員在早上提了停止討論的動議 本來是要表決的,那我們在這裡就預譴責 那很抱歉,浪費大家的納稅錢,然後擱置在這裡 我們也去浩在這裡,等著他們來開會 中文字幕——YK